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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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1950年 像我這個年齡段的人 也是伴隨著這個國家的發展 我們共和國的這個角度 1977年趕上恢復高考 我又被大學錄取 也是很命運的 也是有一點好事 一下就都來了 同時幾乎是在接到 錄取通知書的同時 接到了入伍通知書 最終我成為了一名軍人 因為我是從事美術創作的 這樣的一個職業 利賓美術學院在我們 祭司的時候 在我們很早的很小的 學畫的初期 就知道了這樣的一所學校 像夢想一樣 後來終於有機會去這所學校學習 所以我很榮幸 我能夠在利賓美術學院學習三年 獲得了碩士學位 我這導師是俄羅斯最杰出的藝術大師 安德烈維奇美利尼科夫 他的名字不但在俄羅斯 有很高的這樣的一個影響力 其實在中國也同樣 中國的美術界對於美利尼科夫 這樣的一個名字並不陌生 對他的作品也是不陌生的 所以他在對中國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我成為他的學生 是我這一生的榮幸 還有我導師給我寫的畢業征研 說他相信我一定會在未來的中國文化意識中 佔據卓越的地位 其實用俄語叫 就是咱們家家的地方 哎呀 這一會兒二十多年了 當年的姐夫斯卡 現在都是巴布斯卡了 是不是 經過年留學俄羅斯上的一個難忘的歲月 是吧 不但錘煉了我們意志 增長了我們的知識 使我們的世界 無論從政治世界 文化世界 生活世界 我想方方面面都擴大了很多 是吧 我是1986年入黨 那算起來呢 有35年的黨齡了 因為我是一個畫家 我所承擔的工作任務也好 創作任務也好 就是為了紀念 在建黨百年 畫了兩張大型的歷史畫的創作 我畫的兩件作品呢 一件是反映大慶石油會戰 這個1959年我們在東北的大慶 發現了大油田 這個就是很直觀的表現 這個各路石油大軍匯集到大慶 進行石油會戰 這就是等於是大慶 建設初期的那樣的一個歷史場景 篇幅高三米 長六米八 應該說是我進行歷史畫創作裡邊 篇幅最大的一張 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 黨員和好人是畫的靠的 我們這代人應該說 作為我個人來講 我為追求真理而加入了中國的黨 所以我的目的很明確 我是說因為追求真理 我也相信呢 我們黨呢 會繼續引領中國人民 一步一步的 這個走向一個更輝煌的未來 作詞和作詞 作詞 初音作工人 哪個明細嗎 你選擇 誰總統 你選擇 偶像 你選擇 們作詞